本视频由游戏机实用技术独家制作,并由以下媒体提供播出。 总第381期杂志现已火热上市。 进入9月之后游戏界明显热闹了很多,不光是一年一度的东京游戏展,众多玩家心仪的游戏也纷纷登场,为年末生战开了个好头。 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来回味一下9月的游戏风暴吧。 前龙电影5 幻痛 即便顶着情怀之作的名号,前龙电影5幻痛依然是系列作品中最好玩的一作。 依托强大的FOX引擎,游戏在1080P 60帧的基础上依然拥有业界顶级的出色画质。 游戏首次引入了沙盒玩法,依托丰富的武器道具加上巧妙的任务设计。 在服务以基地建设系统,幻痛带给玩家上百小时的绝妙游戏体验,各种奇思妙想都能在游戏中得以实现。 它再次改变了玩家对战术谍报类游戏的定义。 不过从后期的任务设计可以看出游戏还是有被阉割的痕迹。 国瑜大胆的剧情设定也颇受争议,这也让本作与完美一词实之交臂,着实让人感到遗憾。 《疯狂Max》 本作的战斗系统和蝙蝠侠师出同门,依然是反击再反击的熟悉套路。 但本作以其独特的世界观和游戏氛围给玩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独特的载剧战在迎合了原作世界观的同时也给了玩家一个崭新的游戏体验。 拳拳到肉的打击感配合载剧大马力引擎的轰鸣声更是能让各位玩家热血沸腾。 本作支线种类数量众多,耐玩度十足,然而本作的最大缺点却是其层出不穷的bug, 这使得百斤和全成就变得相当麻烦。 超级马里奥制造 本作作为超级马里奥系列30周年的纪念作品,既是对系列的一次回顾,也是对固有玩法的一次突破。 通过一键切换,玩家就能够体验到历代的2D横版超级马里奥。 只要简单的点击拖拽,就能将丰富的元素互相混搭,产生千变万化的创意关卡。 本作中的彩蛋尤其丰富,使用amiibo或者游玩挑战关卡, 玩家还能解锁任天堂平台的上百种人气角色皮肤。 庞大而活跃的玩家社区更是保证了本作有足够的趣味性和耐弯度。 收敛日记,暖洋洋的猫猫村DX。 猫猫村系列曾经在PSP平台上推出过两作刚刚发售的这款新作, 虽然名为DX,但其实就是PSP版暖洋洋的猫猫村G的遗址版。 与前作相比只增加了几只新猫猫以及几个对应四代主题怪的探险任务。 再就是养育怪物宝宝的日照之潮,但不可否认本作的内容还是相当丰富的。 在建造村庄的同时可以收集到多达一百多只的可爱爱鹿猫。 五花八门的主线任务风趣搞笑,另外还有几十个探险任务。 控制猫猫们与大型怪物斗智斗勇,遗桥取胜的成就感十足。 新增的日照之潮更是将麦蒙发挥到了极致。 看着那些可爱的怪物宝宝们可爱的模样,感觉心都被融化了。 极限竞速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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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保持前作优秀表现和基本架构的情况下,进一步强化了画面的表现和系统的丰富度。 驾驶手感和游戏乐趣则维持了一贯的高水平。 更令人惊讶的是,雨天效果甚至会在赛道上形成积水。 路况的改变使得雨天的驾驶体验更为真实。 本作包含450台车辆,总数比前作刚推出时要多上一倍。 赛道数量达到了26条,其中有9条都是首次加入到系列作品当中。 你真赛车迷们记得要赶紧试一试。 战国无双4 帝国 本作是以战国无双4为基础加入适量的策略成分后的延伸作。 游戏引入了居城内政的要素,以一座日本城池为模型来模拟一个国家的运行。 尽管和真实差了十万八千里,但游戏性还是有保证的。 游戏继承并发扬了四代的全部要素,还允许玩家和自己心仪的战国角色结婚。 另外还收录了数量反多的历史事件,甚至还以全语音的方式呈现出来。 简直可以当恋爱游戏来玩。 最终的国际战争! 职业进化足球2016。 在迎来系列第20个年头之际,本作的境况却有些尴尬。 随着业务重心转移,Konomi大幅减少了对主机游戏的投入。 这次欧冠授权结束后,系列的未来并不客观。 但从客观角度来讲,其实今年PS的表现还是比较抢眼的。 游戏画面和操作手感都有不小进步,行约流水般的游戏节奏一如既往的爽快。 只是对于一款发行了20年的品牌而言,游戏的固步自封已经让系列失去原有的影响力。 FIFA16 FIFA16自9月发售后,全球销量一路飙升,足以说明玩家对游戏的认可程度。 作为一款年货体育游戏,玩法上自然不可能年年长新,不过EA还是给出了自己的态度。 本作在进一步优化了手感的同时,加入了全新的正脚背传球、无接触盘带和假动作断球三种新的操作,为游戏增添了更多的玩法。 同时,作品中融入了更多现实世界的足球内容,球队新闻和联赛实况实时更新,FIFA16已经成为了一款足球娱乐终端。 接下来又到了编辑《非常见时间》,这会为大家推荐两款9月的小品级游戏。 四纸小油拆拆封 四纸小油拆封的制作公司是SAE的第一方团队Median Molecule。 游戏讲述了小油拆为修复破损的太阳而开始探险的故事。 游戏场景的机关设计很新颖,细节十分出色,PS4版相比PSV增加了大量要素。 《枪》、《血》、《黑手党》、《黑手党》。 最后的事情就是用各种武器来屠杀丧尸。 游戏还支持四人联机并收录了破坏友情的四人对战模式。 好了,《黄金眼月蛋屏》9月号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黄金眼月蛋》。